今天有什么新闻 其实新闻就是没什么新闻 如果硬要说的就是汇控的业绩 我想市场早已有共识 问题是怎样差 看税前的利润跌了54% 到56.35亿美元 而本地层也说了 今年因为营商环境转差了 准备撥笔金额最高可能达到130亿美元 数据怎样得来呢 其实观状疫症之下 对实体经济造成的破坏是大得很紧要 情况我想在今年度的第三季 都未必会改善 就算有疫苗出来了 经济慢慢断定下来 要回復增长还要给时间 所以2020年度汇控的业绩 大家不要抱大大的憧憬 至于明年会否稍微做好一点 即便拭目以待 但面对的问题都比较复杂 第一是环球的利息低至接近零 好像联储局利率已减0至0.25厘 即是银行在利息收入的息差 是会进一步收窄 加上信贷方面 其实面对疫情 令到实体经济持续受损 其实外外将撥笔的覆盖 是会持续上升 尤其是在第三季甚至第四季 所以对汇控的业绩 我的看法还是比较负面的 看股价表现已经不需要我多说了 近期来说 汇控一直下试下试 最终到8月第一个交易天 即8月3日 在业绩公布带来的影响之下 估价曾经低见32.95厘 是什麽一回事 是金融海啸之后 大家记不记得 在某一天 在竞价时段 本来是35元 怎料回来下跌到33元 都不知 在那一刻 其后曾经升到上80几90元 接着就是漫长的下跌 到现在又再试回33元 其实技术上已经跌穿了5分前 幸好收市有点后抽 回到33.4元 在阻振水平 但仍然不重大 因为有不少投资者 一直持续汇控 是贪汇利息的派送稳定 4厘、5厘、6厘的股息 真的很吸引 但我想这个收息的想法 随着刚刚公布了业绩之后 除准完利息之后 然后说不派息 所有的梦想已经是破灭了 换句话来说 拿着汇控的人士 现在这一分钟不会抱着 利息怎样高 怎样稳定 尤其是一些退休基金 很多是持有汇控的 如果说没有息收的 或者没有利息派送的 他们没有办法 唯有把那些投资 专业回其他那些 例如公用股 或者其他的内银 或者其他的组合 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看回汇控的业绩 发觉到欧美那边的情况 是越来越差的 所以市场也有个听法 或者说法 就是汇控有希望 将欧美的业务剥离 做回大中华这方面 其实在大中华这边 仍然还在赚钱 但整体的业务 包括欧洲和美国 混合在一起算 全部全部都是强差人意 至于明年会否再派息 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些机会 往日汇控每年派四元息 去到明年可能没有四元 两元有没有 过半多 怎样都有 几厘息派 但最后会否是 有些政策又再规范它 这我不敢评论 主要是否追渣 老实实 我对汇控没有太多的憧憬 如果你今时今日买汇控 第一买股份要它的增长 第二要它的派息 它两样都没有 没有增长也没有派息 不知道会否派 但暂时来说的想法 我想都比较负面 在这样的环境气候之下 如果我要作中线部署 我想我不会选汇控 不过香港人很多 过去这几十年 和汇控一起成长 他们心目中买汇控 不单只买一只银行股 是买了情意结 所以有不少人持有汇控 有息派 没有息派 又或者是 股价高一些 股价低一些 它一直都放下去了 我自己觉得 对一类比较中长线 持有的投资者来说 我想他们持有的股份 应该不会变了 但如果今天新进的投资者 汇控股价达了33元 好吗?再买一些 如果跟十几年前比 当时大家记得 12公、5公、28元 供完之后慢慢走出困局 回復一个上升的势头 当时还有派息的诱因在 现在没有了 经济的增长已经受规限 盈利的增长亦不明 加上股息的派送亦没有太大的憧憬 起码暂时来说没有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买汇控 就算股价是便宜 但我也不建议买 因为市场的焦点 直到这一分钟 仍然放在大数据、大5G 和大医疗这三个大板块上 传统经济的股份 你只是看观众疫症 带来的影响性已经知道了 即是说汇控这一分钟 中短线的部署 我也不建议 不过33元 买汇控 我35、6元便离开 那些例外 当然要做的话 也不要重仓 始终33元的支持 一旦失手 是比较敏感、比较关键的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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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